一開始其實我還蠻不難適應的 因為我覺得太太婚前婚後 對我的態度大不同 我的婚姻其實說真的 妳說結婚幾年剛好七年 蛤 你剛好七年幾年耶 欸你為什麼每天都不想要回家 欸欸欸 你真的很愛流浪耶 沒有 我們我是很愛這個家的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工作賺錢養家 你都外景三天 騙老婆說四天半 然後剩下一個 對 不要亂講 沒有這件事 他在家裡也會想要掌控嘛 就是黑人家會這樣 當然他有一些他的想法 他是希望就是說 可能那種教官魂上身 很會幫我們找工作 人都要聽他的 他騎在上面 你受不了 你想要反撲對不對 偶爾你也想在上面 對不對 是不是 你現在就是這種 也不是啦 就是我覺得互相尊重 我的婚姻其實說真的 妳說結婚幾年 剛好七年 蛤 你剛好七年幾養欸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養 一開始其實我還蠻不難適應的 因為我覺得太太婚前婚後 對我的態度大不同 婚前就是 因為我蠻喜歡吃拉麵的這樣 比如說我們去東京三天 因為三天一共有九餐嘛 對 那我們就去吃九家拉麵 你覺得OK嗎 我會翻臉欸 一般人都會翻臉 可是他答應我了 現在我在想要吃拉麵 他就說他不要 他說拉麵蠻單調的 就是那一碗麵 我說那你為什麼 你以前願意陪我做這樣的事情 他說 那個時候 大家這樣子玩很開心 可是後來現在結婚對不對 柴米油鹽醬複茶 不可能就吃那一碗麵吧 小孩也吃那一碗麵 這樣好像不是很對 我心有氣氣焉 我在婚姻裡也是這樣 我是比較浪漫的 比較渴求二人世界的 一開始我感覺到有問題的時候 我就是覺得 欸 怎麼會所有的東西 我都沒有我的名字了 我說的就是 我們在家庭裡 我們會慢慢的沒有個人的名字 你今天想要吃紅酒燉牛肉 小孩子不喜歡吃牛肉 他咬不爛 所以你就沒有自己的聲音 你自己的需求都不敢說 然後久了你就會覺得困住 然後不能呼吸 尚在牢籠裡 我前夫的 以前也曾經想跟我說過 什麼樣子 就是說我變得不夠溫柔 都不愛笑 就是他說 喔 他說你的朋友 就覺得你很幽默啊 你在電視上很閃亮啊 哇 你很好相處 他說回到家看到你的 有你皺著眉頭啊 然後不笑啊 然後什麼的 我就開始想說 喔 成績何時 我其實也或許 可以在這段關係中 當初可以多做一點 可是你知道 你什麼時候會開始修正跟檢討 離開婚姻你才會開始改變 因為你在婚姻裡 你就永遠看不到實相 我開始改變 是離開了以後我才開始改變 所以你覺得 回到朋友的關係是比較好的 對 我個人嘛 我個人 這是我今天整集 得到的收穫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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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